今天是大年三十儿 是年兽能量最强的时候 对啊 我真担心 年兽会进宫节气基地 我们得去帮帮经灵漫 爸爸妈妈 我和青崽哥出去玩了 一会儿就回来 当心点 早点回来吃饭啊 知道了 人间的力量我要 天地的力量我也要 老大老大真霸气 微风无敌 无敌无敌 跟着老大去吃肉 会当灵绝顶 一览众山小 这山顶真是个宝地 日月精华 天地之气最是充裕 能量爆满的感觉 可真是太爽了 等我们打破了 等我们打破了结起基地 就不用再躲躲藏藏了 想干嘛干嘛 什么精灵 徐老师 统统得听我的 听我的 听我的 走 带你们吃饱喝足 然后解决那帮烦人的精灵 确定 雏四叶是年兽最强大的时候 他一定会来的 墨年讲究一家团圆 也不知道平渡和青仔能不能过来 年兽来吧 年兽来吧 等等 好像是平渡和青仔 我们买了一些鞭炮 帮露和对联 青仔 年兽随时会来 是啊 我们要想想办法怎么对付年兽 青仔哥 你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我们先布置个陷阱吧 我年兽自投罗网 跟我想到一块去了 我可以帮忙 年兽能量大涨 我们还需要请小韩和大韩妹妹一起来帮忙 冬天的气息真好 我又来了 两位妹妹 我们需要帮助 这里买点雪团爆弹 搞定了 刚做好的年夜饭呢 刚刚还在桌上呢 我讨厌鞭炮 我讨厌鞭炮 我的鞭炮呢 我的也没了 终于安静了 我家的年夜饭呢 别说年夜饭了 队联 窗花和鞭炮全没了 是年兽 年兽果然开始作乱了 不行 我们不能在这里干等 得把年兽引到基地来 出息也不能被破坏了 青崽哥 你带着丽丘丽下和李东出发 我和丽春小韩大韩再检查一下陷阱 好 快走快走 他们刚从这里经过 应该没走多久 那就快追 快快快 有芹菜 这你都问得到 立香 待会儿 我们吸引年兽的注意力 你趁机拿走带走 然后李东再出手 哇 立下的速度又快了不少 那当然 抓住他们 就这点冰冻 你再给我挠痒痒吗 下掌冬藏 节气加油 太弱了 太弱了 都不用我们帮忙 老大一个人就搞定你们了 不好 我们打不过你的手 先撤 不 我还能战斗 是男子汉就别跑 对 别跑 你们跑不了的 先抓住你们 再去进攻节气基地 慢吞吞的家伙 我等你发招 走 按计划行事 老大老大 你没事吧 气死本兽了 又是偷袭 还拿走了本兽 辛苦收集的东西 我饶不了你们 都怪立东 他一定偷偷练过了 发生这么快 偷偷的 不要脸 走 直接进攻节气基地 平东妹妹 年兽跟过来了 立川 我们先撤出节气大变 对 等年兽跟过来之后 我们在封闭节气基地 和现实世界的通道 好主意 请君入望 大家做好准备 实际上准备着 二十四节气 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 是古代先民 在长期生产实践中 不断求索 认知 总结的智慧结晶 它是中国人 特有的时间知识体系 长期以来 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 和行为准则 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 重要载体 是中国文明的独特贡献 二十四节气 作为农工社会 生产生活的时间指南 逐步为全国各地所采用 并为众多民族所共享 普代的人们 其实是在历春这一天过节的 相当于春节 而我们现在过的春节 是在一九一四年才正式确立的 春节一到 喜气洋洋 人们要穿新衣 贴春脸 手碎 发压碎钱 我也喜欢过年 大家再见